为了迎接崭新的年度 本台举办跨年直播祷告会 邀请十位跨宗派目者 带领大家敬拜祷告 以进入命定为主题 期待越过2019的困境 宣告2020要进入神荣耀的命定 祷告会又以家庭 职场 国家城市 宣教于祷告运动为各段主轴 要回顾2019年各领域的发展与变迁 也要展望未来有正向转变 进入命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耶稣捡取我们 就是要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实 所以教会在2020的时候 不是只有知识上的训练 而是实际上传如荫 活出生命的这样一个训练 2020年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祂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继续地走出去 就是宣教给出人所需要的 各种的关怀 我们申请我们靠着拿 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挑战当中 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的 主要我们为家庭有两代合一来祷告 父亲的心要更多地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更多地转向父亲 主要你要拆毁一切当中隔断的墙 是两下合而为一 在祷告会中青年牧者们也特别为着世代同行来祷告 盼望兴起下一个世代 一同开创新的眼界和局面 而牧者们也呼吁大家一起为着2020年大选守望 要在这里呼吁更多的年轻人为2020的大选来祷告 我们要持续地支持爱家 捍卫婚姻家庭价值这样子的一个 候选人也好 政党也好 进到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位置 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秉着上帝的教导 来做最好的选择 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政党的属性 来做所有的考量 真理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所以这一个时刻 是一个迫切的时刻 我们盼望众教会的弟兄姐妹 为着我们的选举来祷告 盼望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 选出那最适当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 然后把荣耀都归给神 在跨年之际 众牧长们期待一同以祷告赎算主恩 带来改变转化 迈开2020年的步伐 使全地华人进入命定